这就是高小宗 伯伯好 你就是高同学啊 请坐 娘 我特意让他过来 让你和爹都见见 雅婷 你爹他很固执 最近心情又不好 你别惹事 我才不管呢 我就是要让爹知道 我们俩是光明正大的 没有什么见不得人 爹 爹 这就是高小宗 伯伯好 老爷 雅婷难得带同学回来 想让你认识认识 以前见过 高耀宗是吧 是 雅婷是我的独生女儿 将来谁要和她结婚 就是我半个儿子 你和她走得那么近 不怕别人误会 孙伯父 如今男女平等 只要是坦诚交往 我想不必怕别人误会 你做梦呢吧 我们家小姐可是金枝玉叶 你也配说交往这两个字 我是不会同意你和雅婷交往的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总和 出去 爹 那我先走了 伯父 伯母 告辞 你们太过分了 去了 快点 廖宗 廖宗 你千万不要生我爹的气啊 我没有生气 你爹不想见到我 我也不能带着你 他根本就不了解你 他还这样排斥你 真是太不讲理了 我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家了 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雅婷 你不要那么任性 你爸妈这样对你 是为你好事关心你 如果你不提到他们的话 他们会很伤心的 他们这样对你 你还替他们说话 我没有替谁说话 我是讲道理而已 廖宗啊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们不能抗拒现实的压力 你会因为这些压力 而放弃我们的感情吗 不会 我是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之间的感情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替你的把雪花调走 要他拖住许家去 暂时别回来 叫他们回来之前呢 你一定要让我爹接受你 雅婷 做人们是成久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爹一定会急事 小妈妈 你又破费给孩子买这个吗 没多少钱 孩子高兴吧 舅舅 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打算 什么打算 你看啊 等药宗念书回来呢 是个打算 你去省城找他呢 也是个打算 舅舅 现在时局不稳 我想你不如远避海外 看看风声再说 你们可以全家都会同样 没这个必要吧 总是老家住的惯呢 再说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多搬就搬 我还有些钱 你有个船票 我可以帮你 这怎么行呢 秋军 你别这样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有做生意的天赋 为什么不去外面闯一闯 不做梦都没想到 原来你爱的是他 雪华 你说什么呢 我到底有什么比不上 这个卖语报的大婶 我至少是个清白姑娘 她呢 她连孩子都有了 把这孩子 跟你在大街上 有说有笑 也不怕丑 雪华 不要胡说 是你自己头脑不清 为什么你也要残花败留 对不起啊 秋军 走 走啊 走 爹 您今天晚上 怎么吃的这么少 是不是我做的菜 不合您的口味 秋军啊 家俊什么时候回省城啊 我没问啊 您问这要做什么 爹知道你和他没什么 但是外面的话呀 传得实在难听 爹听不下去啊 哦 我知道了 我和让家俊 以后别再来了 谁啊 大姐有没有来这儿 卫山 没有啊 糟了 大姐不见了 什么 她怎么会不见呢 我不知道 可是我想 她可能听到我和爹说 叫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所以她心里一急 就跑出来找你 她会去哪里呢 卫山小姐不见了吗 嗯 我去找她 我也分头去找 谢谢你们 卫山 大姐 卫山 大姐 大姐 卫山 我们到前面看看 大姐 卫山啊 家俊 卫山大姐 家俊 你在哪里啊 家俊 卫山小姐 小心 卫山小姐 小心啊 小心啊 你吓死我了 又跑来这里干什么 大家都在找你啊 我找家俊啊 你知道家俊在哪里吗 你找家俊干什么 你和他 感情很好吗 嗯 我和家俊是青梅竹马 我们俩的感情 最好了 以前 以前我还为了他 一家出走 还跟他 还跟他一起到小城呢 那 那他到底是 爱你 还是爱那个丘局 丘局 丘局 他爱的人是丘局 他爱的人是丘局 是我把他抢过来的 是我把他抢过来的 可是我真的很爱 家俊 真的很爱 家俊啊 你再喜欢 家俊 这样半夜 跑出来找他 你图的是什么 难道要他娶你 你跟这么大 碎数 因为这样的病 家俊怎么可能 被你拖累 我劝你趁早放手 趁早落得自在 家俊至今委屈 就是为了你们姑嫂俩 我求你刚才跪手 我求你放了家俊 我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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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家俊想一想 家俊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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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俊 家俊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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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山 家俊 家俊 续罚 坚持住啊 家俊 来 把手给我 家俊 抓住 家俊 有力 来 大姐 你还挺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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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山小姐 多谢你救了我一命 不是我 是家俊 是家俊救你的 要不是你拼命拉着我 我也等不到 家俊过来 我刚才那种对你 你却还肯救我 我 谢谢你 回山 真的不是我 是家俊 是家俊救你的 希望你没事 要不然我怎么跟您交代啊 爹 爹会生气啊 爹会生气啊 爹不会生气的 不会生气的 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你快回去 爹 回山 回山啊 可找到你了 你跑哪儿去了 你 你的鞋呢 高老爷 您别着急 回山他是迷路了 是雪华找到的 但是雪华 也因为这个差点摔下山谷 是会山及时出手 救了雪华一条性命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 爹 大姐是为了救人呢 别怕 别是温馨你 不是骂你啊 高老爷 都是我不好 我找到了回山小姐 逼他 不要再和家俊见面 起了冲突 我不小心划了脚 没想到 回山小姐 他还舍命救了我 我的命 是回山小姐救的 那恩不言谢 我 我向你和回山小姐磕头 不要磕头 不要磕头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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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回山啊 你可吓死爹了 你要是有个万一 我怎么向你娘交代啊 爹 爹不哭 我没事了 我真的没事 我不痛 我不痛 高老爷 这件事情都是我的过错 你要怪 就怪我一个人了 哎呀 回山是白天听秋菊 叫你要走 晚上偷偷就跑去找你去了 现在人找过来了 可是明天 他也许还要跑 那以后呢 将军 今天 我就把话说开了吧 啊 既然 你们俩没有什么缘分 那 你来照顾他还有什么用啊 啊 那即使有朝一日 他的病痊愈了 那对他来讲 也是感情上再受一次折磨 不管你 是不是为了秋菊留在这里 那我也希望你 我希望 不要在伤害卫山 让他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这样对他 也许对他更好 知道了 方老爷 你说得对 我这两天就会离开 回省城 好 家军 家军不要走 家军 家军你不要走 我怕了 家军不哭 家军还要回来呢 我不要 家军不要走 好了 家军家军不要走 快 家军 夫人 夫人 还在忙啊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别太累了 我来接你吃饭呢 走吧 去哪儿 出去不就知道了吗 快走吧 娘 我们先走了 这丫头 文华 待会你就下班吧 别再忙了 是 娘 给 夫人 你们自己也吃啊 好 来 雅婷 好 夫人 虽然这个餐厅是简单的一点 但是它算干净 挺精致的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这里的菜色 这些菜啊 都是我们的家乡菜 姚总 你是不是听雅婷说 我爱吃家乡菜啊 是的 雅婷是曾经跟我说过 娘 你看 姚总把我说的话记得很清楚呢 听齐龙说 你家境还算不错 不知道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我想齐龙他肯定是误会了 我的家境很普通 家里除了我爹还有我大姐 他们为了跟我读书 自己节意缩食 是为了我能够在这里过舒服的日子 以前我从来没有替家里设计 现在想起来 实在是不应该 所以我前一阵子写信回去了 告诉他们别再寄钱过来 我在这里已经有回工作 我可以半工半读 我只是希望毕业之后呢 能够找个全职的工作 到时候他们就能想服了 真是难为你这么有小心 人哪不怕出身低 要记得要有志气 可是你的工资那么低 怎么样家糊口啊 不过没关系还有我呢 你千万别这么做 否则我会马上辞职 对了 夫人 今天虽然是简单的饭菜 不成劲 但是我完全是一片成心 希望夫人不要见惯你 我说怎么最近都没有带我出去玩 发不了 我自己花钱嘛 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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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了 雅婷就这么任性 都怪我宠坏她了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不会的 来来来吃 吃热吃 好 你们回来了 是啊 家俊说也该回来了 怕耽误了公司的事 放心吧 一切都处理好了 耀宗做得很好 你在这里做事 是啊 我已经写信叫家里不用寄钱来了 现在我半工半毒 孙老板呢 要我先做谢大哥的助理 学着如何做生意 徐大哥 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再见 你说 你说 你是不是还想和大小姐在一起 诚心让我和雪花出差 免得亲半当你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用装容作哑了 雪花已经都知道了 有秋菊这么好的妻子 你怎么忍心这么对她 我就是不忍心看着秋菊那么辛苦 才出来做事情的 我只想找一份工作有什么不妥当 可你就是想拍上孙家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偏要拍上他们 你想进水楼台先得月是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 你马上给我辞职 难道你非要逼着我 走投无论你才肯罢休 要做你 是你的剧情太过明显 我善意的劝你去 得最好和大小姐完全了断 即使丢了工作 还有输入 要不然 你才知道什么叫 真正的走投无路 都在啊 怎么一回来就吵啊 谁要逼得谁走投无路啊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够机灵 净得罪人 这许家俊可是老板眼前的红人 这下你可有苦都吃了 他可不像我那么好说话 问我 老板呢 他刚从码头回来 应该还在家里 进来 哦 大俊啊 老板 夫人 你回来了 请了这么长时间的假 回来 该好好的工作了 老板 我 有话就直说 我还有点事 需要长时间的去处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还要 再请家 我有个同乡 病得很重 需要我去照顾 而且 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但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所以 多谢你们二位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我可能 不能再做了 你胡扯 什么同乡 知道你为了他的病 连工作都不要 我看这分明是借口 我知道了 是那个姓丁的人 出重心挖你过去 你要跳槽 对不对 不是的老板 别放心 我不会去丁老板手下 做肮脏的事的 家俊啊 你哪来的同乡 不就一个阿姨 几年前过世了吗 怎么 你还有别的亲人 这样吧 你把你那个同乡啊 接到沈城来 住在医院里面 由医生照顾 这样 你就不用辞职了 老板 夫人 我知道 这些年以来 你们对我都很好 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如果你们不嫌弃我的能力 治好他的病以后 我会再回来工作 如果你们无法等 我也感谢您和夫人 对我的栽培 你说的这些都不成理由 家俊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让我心里明白 老板 请您不要再逼我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好了好了 家俊 你别跟我啰嗦 回去好好的工作 要是让我知道 你跟那个姓丁的来往 你给我小心一点 老板 我出去 那我告辞了 ה 拿来 你 你 你 by bwd6